不要老是想的时间 一旦你有时间观念了 你的书是会读不下去的 假如你手上有一本书 然后你一定要读完它 然后你又老是读不完 要那么简单一个方式 就像我一样 我以前读一些这些书 读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把书给撕了 比如说一本书有200多页 我第一天撕下20多页 我今天把这20多页看完了 看完了就扔到一边去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书是用来读的 不是用来看的 不是用来摆的 你不要害怕破坏你的书 你只要把这本书读完 这本书就在你脑子里 就属于你的吧 这本书可以扔掉了 我告诉你 我在北京十几年 我大概买了 大概有三四千本的书 但是我现在书下呢 只有三百多本 那些其他的 其他的两千多本书 到哪里去了呢 就是我经常随便送给人 我随随便便 就是送给我的读者 一大堆过去的 我看过的 我不要的 我不稀罕的书 你的时间有限 然后你读完一本是一本 然后呢 读完了之后呢 你就应该把书给扔掉了 不要总是书占尽 你的空间和地盘 没有必要 书读完就好了